兄弟们 最近这几天 我应该是更新不了视频了啊 为什么呢 说来话长啊 大概在半个月之前 我基本是天天直播天天更视频的 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直播打王者变得特别卡 卡的观众完全看不下去的那种 然后我寻思应该是网络问题 看来得好好处理一下家里的网了 然后半个月前就停播了 期间换了两个路由器 还买了电信一个399的什么全无wifi 后来怀疑是家里网线不行 换了网线 反正折腾挺久 钱花了不少 问题就没解决 最后我寻思应该不是我这边的问题 天天卡 肯定是那个电信那边不行 天两天打算去办个连通宽带 去那之后人家跟我说我是连通黑名单 以前有两张连通卡没注销 一直在扣费 我最后寻思有朋友身份证办宽带 搞了半天朋友当天又没空 只能第二天再来 然后打到回复 在家我突然想起电信的工程师师傅 当时暗门宽带说以后有问题打电话找他就行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师傅非常负责 当天带着各种设备来我家 检测了一堆数据 然后还让他的手机连上wifi打了一把王者试试 结果根本不卡 我突然想到可能是手机的问题 半个月前唯一跟之前不同的就是苹果的系统自动更新了 谈出更新提示 我一直都是拒绝更新的 结果有一天早上醒来 他奶奶的手机系统自动更新了 当时就没大回事 于是我开始怀疑是新系统的问题 上网搜了一下 一搜 果然是ls系统17.1信号特别差 但据说17.2修复了信号问题 据说马上更新成17.2 信号果然好了不少 不再像17.1那样一局从头卡到尾了 但还是感觉偶尔卡顿我就很烦 打电话赛高分的兄弟们一个都知道 很多时候上了突然来个一秒左右的小延迟 就非常要命 于是我想把系统降回16版本 结果他妈的苹果不让降 我真不知道这更新的目的是什么 我用的好不得了 突然非得强制更新 搞得我这半个月跑东跑西还停播 降不了系统了 我去再升一下吧 17.2已经是最高了 好在17.3能在艾斯助手上更新 备份完所有数据重装系统后 有个激活说非得要我输入苹果id和密码才能使用 你说这玩意儿基本都不用谁去记他id和密码我都不记得 打算找坏密码 结果当时填的那个手机号太久没用已经被注销掉了 现在已经是空号了 于是我一遍便是 结果释出来了后 他说这个苹果id不安全不让登陆了 心太崩了 兄弟们 后续我只能去苹果售后实力店试试或者注册回那个手机号 我是那种没有团队 没有工作室 没有mcn的个人播出 很多事情下来只能自己着手去一件件解决 并且直播跟视频都得兼顾 一天剪视频固定四五个小时 直播短的话也两三个小时 而且这个时间基本上都得非常投入 你直播不好好搞节目效果 不好好全程讲话解说游戏 观众就很少 视频如果不好好做就没有播放量 没有播放量的话 视频做了跟没做区域不大 有兄弟们为什么不玩夏洛特吕布了 为什么不玩吉小满 夏洛特吕布现在都不知道做成啥样了 有的时候打一天都没上素材 而且跟以往视频内容重复度很高 我也不想总做一样的东西 至于吉小满这种强突更高的英雄 不是我不想做 你得自己很会玩才能教别人玩 对不对 这都是需要练习成本的呀 除工作之外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的猫偶尔也要照顾 还有个人的生活上也要打理 然后生活不能只有工作 对不对 我这年纪也该找个对象啥了 对吧 我偶尔得约个会吧 偶尔得陪陪人家女孩子吧 不合适呢 下一个又得走一遍流程 对吧 当然 如果你用春水堂薄金硅胶等身手办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看看春水堂家的这款小苹果 这白细细腻的皮肤 这精致的妆容 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呢 绝对都是第一档的春水堂薄金硅胶等身手办 有专业的化妆师设计 这款小苹果更是经历了四次面部涂装 加上七次身体仿装 全身拥有正人般的肤色 连血管和毛孔都清晰可见 他内置不是钢骨架 多达43个瑜伽关节 可摆出上百种真人造型 你也可以让他摆出don't stop的姿势 小苹果拥有一根根植弱的头发丝 以及可动式眼球 同时拥有1658头身 维密体态 重量只有27公斤 拿起来非常轻松 胳膊 锁骨 小腿的手感 肉肉的 软软的 跟真的一样 最关键的是市场通行都要到五位数 日本进口通行更是高达四五个W 但春美堂 薄金归家等身手办 因为是自研自产自销 规模水平要要领先 所以做到了只需三四k 巨划算 而且他还不会给你闹脾气 逢年过节不会找你要理由转账 主打的就是一个默默的陪伴 主播亲测好用 再退一步来讲 就算你找到了喜欢的女孩子处在下 那也不是说就万之大吉了呀 你也得陪陪她 也得照顾她 对吧 懂事一点的 那事还是比较少的 不懂事一点的 那你都别想好 大概率尽量吵架吵她会影 而且除了找对象这种事 你还得有几个朋友什么的 对吧 偶尔也得出去溜达溜达什么的 特别是我们这种游戏博主 天天在家呆着 那身体素质差的节制不要不要的 要么就是我这种细口 不怎么长肉的 跑两步就气喘吁吁 要么就是那种长肉的 天天在家削外卖削的体重200家的 我现在就属于是吃外卖吃的都想远了 闻着味都没胃口的那种 我都宁愿自己下点面条吃 为什么你们以前喜欢的博主很多都退晚了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去兑现生活了吧 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 干游戏博主这一行变现真的很难 像那种几十万粉丝的博主 他们大部分人一个月的收入就是几千块钱 有的甚至连这个书都没有 而且吧 随着年龄的增长 游戏技术肯定是会下滑的 对游戏的热情也会下降 谁会在十几岁的时候不喜欢打聊游戏呢 可能慢慢慢慢的 对游戏的热情也会下降 社会上大部分的行业都是你干的越久 你就越具行业经验 你的收入在行业的地位也会慢慢提高 但是干互联网可能就是相反的 年龄越大 就越难有创新有创意 20多老大不小的年纪了 天天这么干着 压力其实也挺大的 能赚到钱的话 生活的阻力倒是缴不少 但是也在越来越难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渐渐退出了这个行业 不过大家放心 我应该是不会退出这个行业的 我确实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除非有一天我的收入连我自己都养不活了 那可能我也会退网去兑现生活 所以我有的时候接个广子什么的 希望大家也能理解 推定一些软件什么的 能下载的话就下载一下 下载完注册登录一下删掉就好 我这种又不卖一颗又不让你们刷礼物的 不接点广告变现太难了 除了我最近碰到的这种设备问题 平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播放量越做越低 每天都在为怎么样 创造出一个更好的内容在动脑子 其实也挺不容易吧 博主主播也都是普通人 可以说你们能刷到的每一个博主 他们都是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的 就我这种体量的博主 每天都超心死了 更别说那种体量更大的 有的甚至全年天天稳定时间直播 我自问做不到 就这些吧 可能会断割几天兄弟们 最后知情视频完在19号其实就已经完成了 因为各种原因到今天22号 可能是23号才发布 哎 视频还没发出去 其实今天22号设备就已经修好了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啊 事事无常 可能明天后天我就恢复正常更新了 谢谢大家愿意听我啰嗦到这 爱你们